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舒适之夜,我是Jamie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租房的流程以及步骤 一,找一位专业的地产经纪 会为您在多伦多专门的租房系统上找到合适的房源 并发给您浏览 确定好感兴趣的房源之后 可以一起实地看房,确定西医的房屋 同时,地产经纪需要清楚地告知租客需要提前准备的文件 这里我再次强调一下 双方地产经纪的费用一般是由房东来支付的 对租客是免费的 第二,租房必备的资料 包括护照或者驾照都可以接受 作为photo ID 第二呢,是credit report 第三呢,工作证明信 employment letter和收入证明 租客需要提供工作证明和收入证明 学生呢,则需要提供再读证明 第四,deposit,押金 双方签约之后呢 租客可以去银行开本票 并预订支票 以付给房东押金和房租 第五,租客也可以提交一些其他的资料 来证明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按时付房租 例如银行流水 前房东的联系方式 这并不是必须要出具的文件 但是资料准备的越充分 顺利租房的概率就越大 第三,下offer 看到合适的房子之后 经济呢就会帮租客下offer 一般会有几种情况发生 一,offer被拒 或者是过了合同规定的有效时间 offer呢会自动失效 二,offer被接受 租房合同生效 租客需要立即准备押金 交到房东的地产经纪公司 第三,offer被修改 并交回租客 看租客是否接受修改的offer 租客看到房东发回来的offer之后呢 可以选择接受 拒绝或者继续修改 并发回房东 第四,支付押金和每月租金的支票 offer被房东和租客双方接受之后 需要按照政府的要求填写 安省标准租约 五个月叫RTA 同时租客需要马上去银行 准备押金和本票 一般来讲呢 金额是两个月的租金 首一和尾一 租客还需要准备好 其余月份的租金支票 一般来说用银行的个人支票即可 也可以选择EMT 第五,安排搬家相关的事宜 如果租的是公寓 则需要联系大楼物馆处 预约搬家使用的电梯 并准备好预约电梯 所需要的押金本票或者支票 预定电梯时 可同时在大楼管理处 交房 再与房东约定好的日期交房 一手交钱一手交钥匙 更别忘了检查房子的各个角落 并拍照记录 以备不时之需 以上就是舒适之夜 为大家带来的最新地产资讯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关注点赞转发哦